图片里这位就是美国R&B天王R.Kaley 很多人都听过他的歌I Believe I Can Fly 还有他为杰克逊制作的You Are Not Alone 辉煌的音乐生涯的背后是触目惊心的罪行 8月18日美国纽约法庭开庭审理Kaley的案件 他被控10项性侵未成年少女 之后又被追加11项性侵及性虐待罪名 近日他再度被控被指性侵两名未成年的少年 现共面临22项控诉 在过去的20年里 Kaley已经多次被指控有性骚扰性侵害等不当行为 受害者多为未成年少女及普通女性 此外他还被指控领导一个尤其经纪人保镖和其他工作人员组成的犯罪团伙 这些人涉嫌帮助他招募女性及未成年女孩从事涉情活动 并对他们进行人身控制 有关R.Kaley的性丑闻从1990年代起就从来没有中断过 1996年12月女歌手蒂夫妮·霍金斯曾起诉R.Kaley 称在14岁时跟对方发生了不正当的性行为 2001年8月一个名叫特雷西·辛普森的女子起诉R.Kaley 称称自己在17岁时与其有不正当关系 2002年4月一个叫帕特里特琼斯的女子起诉R.Kaley 称称自己在17岁时与其发生了性关系 并且被迫强制堕胎 2002年5月一个叫蒙蒂娜·伍兹的女子指控R.Kaley 称自己未成年时遭其性侵 并且被拍摄不雅视频 2002年2月一段27分钟的不雅录影带 寄到了芝加哥太阳报记者德诺·加提斯手中 并被提交给了警方 R.Kaley被控多项儿童色情罪名 2003年佛罗里达州警方在R.Kaley家中的相机上 发现了未成年少女的不雅照 随后他被控16项儿童色情罪 2008年他又被爆出拍摄了一系列 未成年儿童发生性关系的照片和录像 然而尽管面临如此多的指控 R.Kaley却从未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屡次逃脱了相关法律的指控 2008年被控涉嫌21宗儿童性侵犯罪的R.Kaley 被判无罪之后 芝加哥联邦警局曾声称 其在审判中贿赂勿目击者为自己洗清罪名 导致警方证据不足 逍遥法外很多年以后 2019年1月4日 一部重磅纪录片 Surviving R.Kaley彻底点燃了 美国社会的怒火 该纪录片对50多人进行了采访 其中包括R.Kaley的前工作人员 朋友家庭成员 演艺圈名人 以及声称曾经遭其侵犯的多名女性 所有采访对象的指控都非常一致 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 这位巨星利用自己的诠释和影响力 持续不断的虐待和侵犯年轻女性 纪录片播出以后 芝加哥亚特兰大的检察官 对其中涉及的指控展开了新的调查 2019年2月22日 R.Kaley因涉嫌侵害四名女性 向芝加哥警察局自首 并承认了十项严重的刑事 性侵犯罪行 随后保释出狱 根据美媒报道 在这四名女性受害者之中 有三名被侵害时年龄在13到17岁之间 随后 伊利诺伊州 明尼苏达州及纽约州的多名女性受害者 纷纷对R.Kaley提起了控告 2019年6月 芝加哥库克县检察官 指控其犯下11项性虐待重罪 其中一名受害者声称 R.Kaley在2009年和2010年 自己未成年的时候对她进行虐待 同年7月 R.Kaley再次被捕入狱 检方拒绝其保释的请求 本月检方对其提起了 包括儿童性剥削 拍摄未成年人不雅照片 敲诈勒索和妨碍司法公正等 22项刑事指控 去年8月 Kaley在狱中被狱有殴打 提交保释申请被芝加哥联邦法官 正式驳回 监控录像显示 在狱中犯人对凯利进行殴打的时候 没有一位在场警卫出手帮助她 法官表示 虽然这起事件令人担忧 但并不意味着嫌犯可以被立即释放 这一单独孤立的事件 并不能证明美国监狱管理局 无力安置 凯利先生 法官在随后的采访里也表示 最近因为疫情监狱实行隔离的管理 很多囚犯得不到日常补给 还有人不能按时淋浴 大家火气都比较大 我和其他几名囚犯交谈过了 他们都说袭击只是毛毛雨 监狱方面也表示凯利先生只是轻伤 目前对凯利的审判 预计将持续六到八周 如果所有指控都被定罪 她将面临几十年的监禁 往后余生 少不了要减肥灶 在监狱的生活 You are not alone